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人在生活中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总会有人误解你,排斥你,针对你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但你要记住,有时候并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你们的层次不同,而对于层次不同的人,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 马东说,我们的人生往往因为看见一条船而忽略了一条河。 所谓层次,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见识、胸襟等精神层面的内在布局。 层次的高低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它决定一个人的眼界和格局,而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把时间花在这三件事上。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面。 字 有人说,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喝酒吹牛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这辈子也仅限于此。 记得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教书先生家里很穷,一次偶然的机会被雇佣到富贵人家教书,他一边花言巧语,想要谋求护主的钱财,一边又声称自己从不在乎钱财。 曾有人看到,他经常着窝头钱财赌人,他却打死也不承认,事后又解释道,经常吃大鱼大肉,也要尝尝不一样的味道。 暑假到了,教书先生要回家休息,护主送给他很多礼物,可他非说家里什么都有,什么也不缺。 于是,护主就派了两个仆人送他回家,顺便去了解下他家里的情况。 教书先生怕露线,坚决不用仆人送,护主又在乎礼节,非送不可。 先生见实在难以推辞,便故意找了个。 借口拔腿就跑,着急的行李都没拿。 护主看实在没有办法,便特意派两个精明的仆人去送行李。 二人一路打听,才找得到先生的住处。 看着眼前的景象,仆人很吃惊,两个土房四面透风,大门破破烂烂,屋子里连个像样的桌子也没有。 教书先生一看到两位仆人,立马惊慌失措,将两人轰了出去。 仆人只好回到府里。 护主问起先生家里的情况, 两人不知如何开口,其中一个说道, 先生家有菜园五十里,造上灯台值千金。 护主一听放心许多,暗自决定把下半年的酬金涨一倍。 暑假结束,教书先生还没回复, 护主又派那两个仆人去接先生, 问起仆人之前怎样。 回复护主的,其中一人说, 我们说您家有五十里菜园,灶台上的灯价值千金。 护主还夸赞您低调,先生听闻很开心。 昂首挺胸地咳嗽了两声,又去教书了。 有人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 有人为了面子不得不借钱发红包, 有人为了面子领首付买豪车, 只为过年回老家显摆。 一个人越炫什么,就越缺什么。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面子, 越在意别人的眼光, 越容易活在聚光灯下。 一代宗师里有这样一句话, 人活在世上, 有的活成了面子, 有的活成了理子, 而只有理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把面子留给别人, 把路留给自己, 才是最好的人生。 层次越低, 欲望越深从前有个百万富翁, 每天让他劳神费心的事情 跟他拥有的财富一样多, 所以他每天都愁眉紧锁, 难得有个笑脸。 而百万富翁的隔壁住着墨豆腐的小俩口, 一天到晚乐在其中, 欢声笑语不断地传到百万富翁的家里。 妇人便问老公, 我们有这么多钱, 怎么还不如隔壁家墨豆腐的小两口快乐呢? 百万富翁说, 这有什么, 我让他们明天就笑不出来。 到了晚上, 百万富翁隔着墙扔了一定金元宝过去, 第二天, 墨豆腐的小俩口果然鸦雀无声, 原来这小俩口正在合计呢? 他们捡到了天下掉下来的金元宝后, 觉得自己发财了, 墨豆腐这种又苦又累的活, 以后是不能再做了, 可是做生意吧, 赔了怎么办? 不做生意吧, 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丈夫心里还想, 生意要是做大了, 是该讨房小的呢? 还是该休了? 现在这个黄脸婆妻子则在琢磨, 早知道能发财, 当初就不该嫁给这臭墨豆腐的。 荀子呀琢磨呀, 之前快乐得很得小俩口, 现在谁也没有心思说笑了, 烦恼已经开始占据他们的心, 更令小俩口痛苦的是, 为什么天上不能多掉几个? 天元宝吗? 这样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 这个世上有两种东西最难填满, 一是大海, 二是欲望。 大海填不满是因为它的博大和包容, 欲望填不满, 却是人性的贪婪与无知。 生活原本没有烦恼, 当欲望之火被点燃后, 烦恼就来敲你的心门呢。 巴尔扎克曾说, 一个人过于强烈的欲望, 只会让人舍本逐末地走向歧途。 层次高的人都懂得 不在物质上浪费太多时间, 而是抓紧时间去封营自己的灵魂。 然而是层次低的人, 一旦被自己的欲望拿捏, 就只能失去自由, 任人摆布。 大千世界, 万种诱惑, 什么都想要, 会把人累死。 懂得节制才是智慧, 懂得包容才少烦恼, 懂得知足才能幸福。 层次越低, 越喜欢的礼不饶人。 傅雷家书中这样教导孩子, 礼直也不要气壮, 的礼也要饶人。 生活中的礼容易饶人难, 礼直气壮容易, 礼直气和难。 一个人的层次是否高, 就看能否做到的礼也饶人, 礼直气又何。 前两天晚上散步回来, 经过一家便利店的时候, 发现门口围着一大堆人, 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对着一位老人骂骂咧咧。 原来老人挑着货物从男子身边经过的时候, 不小心把玫瑰碰到了他裤子上。 本来这也不叫什么大事, 正常人接受一个道歉也就过了, 在苛刻点的人也无非就是埋怨几句, 但男子却是不依不饶, 也没说要怎么处理, 就是不停地谩骂, 时不时还会和围观的人群说几句,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受害者。 老人一看就比较木嫩憨厚, 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仗红着脸, 不停地道歉。 最后有人看不下去了, 说就这么点事, 人家也都说帮你洗了你一大难。 人为难一个老人家干什么? 围观者也开始陆续帮老人说话。 男子眼看风向不对, 又谩骂了几句后, 嘟囔着离开了。 男子走后, 有人言语轻蔑地打去他呀, 一天到晚地游手好闲, 被女方家百般嫌弃, 老婆也从来没正眼瞧过他一眼, 就连自己的孩子都对他要理不理, 老头碰到他, 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一语道出了其中真相。 有人说, 生活中越弱势的人 可能就越不懂得宽容与大度, 这句话显得有些绝对, 但反过来看,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宽容与大度, 习惯性地理不饶人, 那么毫无疑问, 她的层次肯定高不到哪里去。 有一女性朋友, 大学的时候在一家咖啡馆做兼职, 形形色色的人自然是没少遇见。 有次接待一对情侣, 服务员不小心把他们 与其他客人的咖啡弄乱了, 其中的女生立马发飙了。 当时临桌的客人还没, 没来得及喝, 服务员立马表示给他们换回来, 但女生说都上了别人的桌, 万一有什么病, 谁负责。 一句话不但让服务员欲哭无泪, 更让临桌的客人都尴尬不已。 服务员又表示立马给他们换新的, 但女生都置若网闻地不停数落。 后来女生的男友也在旁边劝说, 女生同样是不依不挠, 哪怕最后服务员说自己掏钱给他们买单都不行。 后来店长赶来, 在了解了事情原委后, 当着他们的面狠狠训斥了服务员一通, 女生这才骂骂咧咧地消停下来。 在朋友看来, 同事有错在先, 面对别人的指责无可厚非, 也不想多说什么。 但从女生个人行为出发, 这样的礼不饶人, 盛气凌人的态度无形拉低了其个人的修养, 甚至将自己的内在层次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 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也遮挡不了她刻薄狭隘的灵魂。 在尊贵奢华的餐厅, 也无法掩盖其层次低下的事实。 常常有这样一种人, 在背后说别人的是非, 出口成脏, 总是忍不住拿朋友的隐私和糗事到处开涮, 热衷于把流言闲话当作谈资, 对别人评头论足。 事实上, 在他人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 首先降低的一定是自己的人格和层次, 首先受到侮辱的也一定是自己的尊严。 要知道, 嘴巴说的是非太多, 内心也就会变得浑浊。 一个人每次说出伤人的话, 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噪音。 真正高层次的人都明白, 能说的总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 不说也自有不说的道理。 理解和包容是对别人最大的尊重, 面对是非, 少说多听, 才能明白原委, 置身喧嚣, 人进我退, 才不会迷失自我。 寡言是一种境界, 更是一种修养。 聪明人忙着和聪明的人谈论知识, 庸人和庸人忙着高谈阔论新鲜。 大事件, 愚蠢的人忙着议论别人常和优秀为伍, 多一些讨论, 少一些无意义的议论, 正所谓知其白, 守其黑, 方为天下事。 李白说, 福天地者, 万物之逆履也, 光阴者, 百代之过可言。 这世上除了天地和时间,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朽的。 所有人都会经历出生、 成长和衰老的过程, 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没有谁能够例外。 很多人都说, 人老惹人闲, 人的年纪上来以后, 非但没有赚钱能力, 而且身体条件每况愈下, 很容易成为子女的负担, 就算后代很孝顺, 时间长了, 也会生出厌烦的情绪。 所以, 真正有智慧的人, 都有未雨绸缪的习惯, 在自己变老之前, 趁着腿脚还利索, 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三件事, 才能让自己的幸福留好后路, 给自己的晚年预备好依靠。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保持身体健康。 于本华曾说, 健全自己身体, 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 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对于一个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 如果将人的所有特质比作财富, 那么健康就是纸币上首位的那个一, 其他所有都是零, 没有身体健康, 其他的再多也是零。 尤其是人老了以后, 最怕的就是整天和疾病打交道, 就算自己是家财万贯, 也无法包治百病, 况且生病以后最受罪的还是自己的身体, 谁也替代不了, 这样的晚年生活必然不会幸福。 东汉末年的萧雄曹操, 前半生戎马征战, 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 朝廷封他为魏王, 一时间曹操大权独揽, 权倾朝野, 但他后半生却饱受头痛的影响, 晚年生活十分痛苦。 要想晚, 年不被疾病纠缠, 那就需要早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早睡早起, 不熬夜, 有时间就出去走动, 锻炼身体, 饮食规律且健康。 养生永远已早不宜迟。 等人老了再想这么做, 可能身体已经垮了, 生活习惯也很难改正, 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到那时再后悔, 什么都已经晚了。 人到晚年, 退休后, 我们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 不用每天早起匆匆忙忙地赶去公司, 与此同时, 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开始变弱, 如何让自己更健康, 则成了我们急需面对的。 好的身体是我们生活顺心的基石, 我们需要特别地注重。 很多老人到了晚年, 各种养生开始走入他们的生活, 可是很多的养生不仅需要花很多的钱, 还没有什么作用, 也不好实践。 有人就会想问, 那有没有简单的方式吗? 答案是有的。 人到晚年, 只要我们做到以下, 一种好习惯并且坚持下去, 好像有个好身体并不难。 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 无论在很忙年纪, 早上起床喝一杯温开水, 都有利于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精神。 人到晚年, 我们的年纪逐渐增大, 身体的机能下降, 血液循环也会变慢, 每天喝一杯温开水, 让身体的血液加快循环, 让老人减少便秘。 当然了, 喝水的时候不要大口大口地喝, 我们要注意喝水的速度, 慢慢地喝, 喝完了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家里有蜂蜜的, 也可以放点蜂蜜在里面, 蜂蜜的作用也很多, 通肠胃就是它的一个主要作用。 人到晚年, 消化肠胃蠕动没有年轻的时候好, 我们需要经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多喝蜂蜜水就是一个好的养生习惯。 养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只要在生活中稍稍注意一些。 你就会发现, 哪怕不花很多的钱, 我们也可以做到养生。 当然了, 我们也要明白, 养生更多的是辅助我们养身体, 需要持之以恒, 认真地对待, 留下足够的养老钱, 不要把钱乱花掉。 每个人都会有变老的一天,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养老金问题。 当他们年轻时, 他们应该提前计划自己的未来。 一些人已经制定了养老计划, 而另一些人甚至在退休后仍然担心衣食问题。 可以说, 绝大多数人年轻时会努力工作, 赚足够多的钱, 只是为了在退休和年老时有一些储蓄, 这样他们可以在晚年过上更体面的生活。 但他们能有多少储蓄来养活自己的晚年了? 三位老人给出了答案, 到了晚年要有多少钱才够体面养老。 答案很真实, 你达标了吗? 刘爷爷六十八岁, 我退休后不久, 我妻子死于癌症, 当时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 我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 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其他省份, 因为距离太远, 他们只在春节期间来看我。 我只能依靠我自己的儿子。 我儿子能力出众, 他三十岁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现在他名下有五家公司, 每家都能盈利。 我住在我儿子的房子里。 我的儿子和儿媳对我很好, 我晚年感到很快乐。 当我六十二岁的时候, 我的五十万积蓄都给了我儿子做生意。 虽然我现在没有积蓄, 但我不担心养老问题, 因为我儿子对我很孝顺, 只要我不舒服, 他就会立即送我去医院检查。 我的亲戚羡慕 我有一个孝顺有前途的儿子。 我认为, 虽然储蓄对我的晚年很重要, 但孩子的孝顺比储蓄更重要。 只要孩子们对自己孝顺, 即使没有积蓄, 也可以在晚年快乐地生活。 李爷爷六十七岁, 我六十七岁了, 我没有养老金, 但我可以每月获得。 几百元的最低生活津贴, 平时我会帮别人做临时工, 挣些外快, 但现在我老了, 基本上没人敢聘用我。 幸运的是, 这些年来我一直过着谨慎的生活, 存了一些钱, 钱不多, 大约一万多元。 我有两个孩子, 他们生活得不太好, 此外他们还有孩子要抚养, 所以他们没能顾得上我。 他们一年最多给我两千元生活费, 但我不怪他们, 相反, 我对他们心存感激, 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能力, 否则我或多或少可以帮助他们。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 他们能生活得很好。 至于我, 我只希望没有病痛, 不是我害怕死亡, 而是我不想拖累他们。 虽然我现在过着贫穷的生活, 但我很满足, 我想, 只要我不生病, 我就能应付现在的生活。 所以, 为了防止自己生病, 平时我基本上每天都锻炼身体, 这样我就不会那么容易生病了。 你需要存多少钱来养老? 在我看来, 越多越好。 正如我刚才所说, 如果我没有生病, 即使我一个月只有几百元, 我也能活下去。 但是如果我生病了, 我的一万元存款是根本不够的。 培养兴趣爱好, 丰富精神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深处的爱好。 有人喜欢练习书法, 有人喜欢健身, 有人喜欢跑步, 也有喜欢读书写字。 不管是喜欢什么, 只要能够带给自己身心愉悦的, 都是好的。 有句格言是这样讲, 给时间以生命, 而不是给生命以时间。 一个人总要有一件是发自内心喜欢做的事, 当自己身心疲惫的时候, 通过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能够让内心获得平静和安宁, 更让自己的内心风营充实, 不会因一个人的独处, 而感觉寂寞孤独。 尤其是退休后的生活, 如果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么你的后半生的日子将会过得无比快乐精彩。 不会因为 无事可做, 感觉昏迟等天黑。 为什么退休了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呢? 首先是退休了一下子空闲了很多, 会让人感觉失落寂寞。 如果自己有兴趣爱好, 那么你就不会感觉日子过得那么慢, 还能够结交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丁姐上班时是个风风火火的人, 突然一下子退了下来, 前几天感觉还很好, 觉得不用每天想着早起上班, 可以睡到自然醒, 是件幸福的事。 一个星期下来, 她就感觉不舒服了, 家里已经被她收拾了好几遍, 就两个人的饭菜, 老伴中午还在公司解决, 一个人一大天都不知道该做什么, 真的是内心有种空虚的感觉。 给别人打电话, 微信, 可谁都有自己的一堆事情在忙。 她想了又想, 就给自己找了个事情做, 开始在网络里跟着别人学习养花, 以前的丁姐是养什么花都不开, 而且还经常是养着养着就死了。 每次跟着视频学着一点一点的做起, 先是调和土, 再就是买花, 还有如何浇水, 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丁姐养的花越来越绿, 居然也开了花, 丁姐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尤其是那一小盆的多肉, 各式各样的在阳台上看着真是享受。 丁姐把自己种植好的花送给别人, 看着别人开心, 自己也觉得很幸福。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当你有所爱好的时候, 内心就会有所寄托, 会让自己在琐碎的生活里 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沉浸在其中, 你会越来越发现生活的美好。 从小我们被教育与人为善, 要懂得谦和有理, 千万不要与人争执, 尽可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是步入社会, 我们就会发现,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什么鸟都能够遇见。 表面一团和气的人, 往往最有心计, 常常恶人先告状, 其实是个小人。 那些看起来有点高冷, 说话办事很不讲情面的人, 实则正直善良。 有的人披着厚厚的伪装, 被伤过一次才知晓 庐山真面目, 有的人以真面目待人, 却往往被看成是不合群。 古人云,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人这一生, 总是免不了和人打交道。 但云云众生来来往往,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成为你的对手。 净君子方显有德, 但弱势和小人纠缠不清, 反倒低了自己的格局。 你身边的人决定了你的格局, 所以如何使人, 如何和小人相处, 也就成了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世界在变, 身边的人也来来往往, 但无论如何都要记住, 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放在心上, 更别因别人的过失而侮辱自己的心。 明眼识人, 更要识心。 常言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的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的, 他们用着温和假象, 隐藏着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需求。 这样的人就像是披着羊皮的狼, 在羊群中肆意祸害。 俗话说,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我们都无法保证身边到底是人还是狼, 所以不得不防。 唐朝有一个叫, 如起的官吏在尚未成名时, 前去拜访郭子怡。 郭子怡一听说鲁起来了, 马上命令所有的女眷和歌迹退到客厅的屏风后面, 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 等鲁起走了, 家眷们奇怪地问郭子怡, 您平常接见客人没有什么顾忌, 为何今天接见一个书生, 却要这样谨慎地。 郭子怡说, 你们不明白, 鲁起这个人十分有才华, 但他心胸狭隘, 他的长相很难看, 半边脸是轻的, 好像庙里的判官一样。 你们女人最喜欢笑, 平时没有事都要笑笑, 倘若看见鲁起的半边轻脸, 一定会止不住笑出声来。 你们一笑, 他就会记恨在心, 一旦得志, 你们和我的儿孙就不会有好下场了。 没过多久, 鲁起果然做了宰相, 凡是过去轻视他或得罪他的人, 他一律给予杀人抄家的报复。 有句话说, 这世上有两样东西, 不要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前者伤身, 后者伤心。 那君子相交, 有容人的哑量 与坚持己见的操守, 故何而不同。 但小人只在乎自己, 会为了迎头小利算计别人, 自己烂泥扶不上墙, 也会想着如何把身边的人拖下水。 所以, 人活于世,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善恶有报, 小人自有对头。 办公室的老王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他现在才32岁, 却已经是部门经理。 不过他这个部门经理, 跟一般人有所不同, 他不需要出去搞业务, 因为他是做技术的, 所以他只需要带领他底下的员工, 把技术方面的事情做好即可。 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至少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大家都知道, 像他们这样的人, 其实是可以出去接私活的, 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让自己赚到更多的钱, 但他却并不想这样做。 之前有好几个人都拉他一起去接私活, 或者组队去赚更多的钱, 但他不愿意, 只要违背公司利益的事情, 他都不做, 因为他觉得公司对他还算不错。 更何况, 人活着总需要讲究一定的契约精神。 既然他已经是公司的一员, 而且也在这家公司做了这么长时间, 他自然不能够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 所以关于别人的事情, 他不理不睬, 从来不参与。 后来那些人东窗事发, 被公司开除了, 而他却依旧做着自己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有些人作风不正, 但他们却喜欢拉帮结派。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 看看接下来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 如果你想跟他们一起, 那就要考虑到后果。 如果你觉得他们的行为确实不对, 那就不要害怕一个人, 也不要害怕被他们孤立, 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别的事情千万不要去管。 如果你为了迎合别人而同流合污, 那么从此以后, 你的行为喜都喜不干净, 这将成为你一辈子的污点。 有了这样的污点, 你就很难变成一个优秀的人。 出于你而不染这件事情, 说起来非常简单, 但做起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极少有人能够做到。 有些人害怕自己变成圈子里面的异类, 所以他们不得已去迎合别人, 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也会变成别人所讨厌的对象, 如果有一天东窗事发, 他们将毁于一带。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头脑清醒的人, 不管别人做什么, 那是他们的事情, 而你做什么, 将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一辈子。 如果要同流合污, 那你就宁愿做一个不合群的人, 不跟他们接触, 这样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没有主见的跟风小龙, 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之前大家都说他是另类, 因为他不喜欢跟着别人的步伐走,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的领导并不是很喜欢他。 他在那家公司, 做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就离开了, 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过, 在那家公司升职加薪, 因为他有更长远的目标。 他去那家公司就是为了学习, 毕竟那里有着很好的成长环境, 他的确在里面学到很多知识, 那也是他最后可以变得 越来越优秀的资本所在。 他虽然善于学习, 但他却并不是一个跟风的人, 他有自己的主见, 他不会专门听别人的话,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面。 众所周知,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永远是最成功的, 而这种人有着自己的主见和思考能力, 他们永远不会跟风。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马云开创阿里巴巴的时候就非常艰难, 他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个年代, 大家根本难以想象, 有一天可以在网上买衣服, 大家在实体店逛久了, 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方面, 可事实上, 他真的做到了, 他有自己的主见, 他不会跟着。 别人的步伐去走, 所以他才成为了成功人士。 古人说, 福为大雅, 卓尔不群。 世间万有, 云云众生, 本来就是留俗者众, 仁者为希。 超凡脱俗, 必要有助于红尘的智慧, 行高于众, 就要接受一世独立的孤独。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不合群, 真正不合群的都是聪明人。 庄子看透了这个世界, 于是说,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 而恶人之义于己也。 寻常人都喜欢和自己一样的, 讨厌和自己不同的天性, 如此无可厚非。 因此, 当一个人与众不同, 不要因别人的排挤而自卑难过, 相信自己, 每个人都有独到之处。 庄子有一则预言, 说凤凰生于南方, 从南海迁徙到北海, 凤凰一路上飞高大挺拔的梧桐不落脚, 飞竹子甘甜的果实, 不取食, 飞清澈洁净的泉。 准不饮用, 当他经过一群药鹰的地盘, 药鹰以腐肉老鼠为食, 看到凤凰飞过, 以为是来和自己争强腐肉的, 于是坚声恫吓他。 凤凰文声却置若网闻, 从容不破地飞走了。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讲,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古来圣贤皆寂寞, 不过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 也看透了别人。 人生一世, 气味相投的能有几个? 我能容人是杜亮, 人不容我是本人。 蛟龙不会和和侠打架, 猛虎不会与风犬为林, 生而此场不同, 岂能强求相容。 白居一诗云, 鹤有不群者飞, 飞在野田。 鸡不着腐, 蜀可不引到全人生天地, 各自修行, 尽管做好自己, 命为先和莫为鸡群和群, 难免要戴上假面, 独处才能看见真我。 所以庄子说, 独往独来, 是。 最独有。 独有之人是为智鬼。 一个人只有独处的时候, 才最真实, 最无拘无束, 最能见到本性。 如果一位迁就世俗的眼光, 虚意逢迎, 人云亦云, 最后反而会沦为别人的笑柄。 古时候, 有个无短身材的人去看戏, 身边的人笑, 他就跟着笑, 身边的人怒, 他就跟着怒, 身边的人悲气, 他就跟着痛苦。 身边的人问他, 这些好看吗? 他却回答, 我不知道, 前面的人挡着, 根本看不见眼了什么。 又问他既然没看见, 为什么又哭又笑? 他说, 因为大家哭笑, 我就跟着哭笑。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一些人, 别人喝彩, 他也跟着欢呼雀跃, 别人斥责, 他也一气口诛笔伐。 当问起他, 为什么不过是随波逐流, 并没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 王之焕独上高楼, 而感慨欲穷。 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眼界太低, 就容易被别人牵着走, 当灵绝顶, 才能俯瞰一切, 安守本性不合群, 并不是不好相处, 只是他们心中自有意赶秤, 衡量着是非善恶是不值得。 余生不长, 做自己才好, 不要让别人的看法绑架了自己的生活。 想让夫妻关系越来越好, 以下三件事一定不能做, 总想着付出了一定有回报, 你爱我, 对我好, 我才爱你, 对你好。 当即教父出圣于关心时, 爱旧, 变成了交换, 少了甜味, 多了色味。 家庭治疗世卫世卫, 曾接待过一个苦恼的男侍卫老师, 我家境不错, 也洁身自好, 为太太做了很多, 但他却没有回报, 我感到很郁闷, 怎么办? 你付出了, 他就必须喜欢, 理应回报吗? 卫世卫笑着打趣, 真爱一个人, 不是你对我好才爱你, 而是我爱你所以对你好。 正如圣经中所说, 是比受更有福, 这是得到幸福的唯一方法。 是爱, 不是把感情当作交易, 更不是以爱所爱, 而是因为在乎所以付出, 因为真心所以主动。 刚开始, 你仅仅想要一个爱人, 后来想要一个拥抱, 再后来想要一个吻。 你对一个人付出的越多, 那么你想要得到的反馈, 也就越多, 最后你的爱会变得记性。 你开始想要对方无微不至, 想要对方做饭洗碗, 想要体面, 想要医。 是吧, 想要越来越多, 原来无私的爱, 渐渐开始变得计较得失, 最后搞得双方身心俱疲, 无力招架, 爱情自然就走到了 分道扬雕的境地。 很多无疾而终的感情就是这样, 并不是两个人不爱了, 而是太爱对方了, 要求也变得愈发地苛刻和严格, 最后难负其中无奈地分手。 你最该认真的人是谁呀? 其实并不是那个伴侣, 而是你自己。 什么是一段健康的关系? 你有你的事情要做, 我有我的理想要去追求, 在一起只不过是互相缓解压力, 排解孤独感而已, 而不是压榨现有生活的工具。 说点更实际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的陪伴, 你考研能够沉下心来, 最后上岸,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存在, 这个人对于生活更有热情了, 事业也开始变得蒸蒸日常, 怕就怕两个人谈了一段感情之后, 对于其他的事情。 全都不管不顾了, 整天盯着爱情那一亩三分地斤斤计较。 今天你多瞅了其他女生两眼, 她不高兴了, 明天她嫁了一个工作上的男同事, 你心里又不舒服了。 两个人的生活, 除了爱情, 什么都没有了。 看似每个人为了留住这段感情, 而忙到焦头烂额, 但实际看下来, 就是两个大闲人, 一个经营出来的爱情, 和高中生谈恋爱, 没什么区别。 通俗一点, 爱情就是一个成就更好彼此的跳板。 因为这段爱情的存在, 你的事业, 学业和生活, 开始进入良性的循环, 同样对方也因为你的存在而不断地变得优秀。 维持表面的和谐 从不交心人到中年, 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 婚姻表面和谐融洽, 却陷入了冷漠症,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像熟悉的陌生人纪录片《幸福定格》中 结婚十年的刘女士哭诉道, 你每天和我讲, 讲话有超过一小时吗? 你就是对着手机也不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你的成长或困惑, 你也不了解我的愿望和渴求, 莫名地有些心酸, 明明是两个人的共舞, 却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 没有沟通和共识的婚姻, 注定是一场悲剧。 虽然没有剑拔弩张的冲突, 但和谐的面纱下, 却是一颗渐行渐远的心。 久而久之, 日子成了凑合, 生活成了将就, 最终活成了彼此的可有可无。 恋爱也许可以走甚, 再加点脑子更佳, 但婚姻必须走心。 最近睡前, 看了《爱情保卫战》, 这个曾经被我用来嘲笑母妈的节目, 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有这样一对小夫妻, 妻子是三十岁会计, 丈夫是二十九岁策划恋爱长跑结束, 婚后半年就吵得不可开交, 丈夫在外面和朋友借酒消愁, 妻子在家里不停地埋怨丈夫, 说自己在外面喝酒。 是因为工作的苦闷, 和同事应酬喝酒。 作为曾经在互联网创业公司 待过那么一阵子的我来说, 有一丝同感。 我们的团建一周三四次, 次次是喝酒, 也就是受不了才退出了。 妻子不停地诉说 丈夫婚后的改变, 不顾家, 于是妻子也赌气不收拾家里, 两人甚至也可以一周不洗碗, 最后妻子终于提出了离婚。 两人之间的沟通完全是无效沟通, 他们在婚姻没有走心, 没有去为对方努力, 甚至没有为自己努力, 只有孩子一样的赌气, 倔强与委屈。 但在婚姻中如何去走心的? 我也看到了很多导师点出了问题, 但很少给出实际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操作方法, 大多是对儿无用的大道理。 新婚夫妻本应该过着最甜蜜的日子度个蜜月, 但在我们普通人的世界里, 休息三天就不错, 婚礼本身就花钱, 结完婚, 家里还要开销大多。 都马不停蹄地回到工作岗位, 成为一个打工人。 这个时候, 两人之间可以多谈谈事业, 睡前二十分钟走一走心, 整理一下我们的规划。 虽然说谈前伤感情, 但是夫妻之间如果能心平气和谈这件事情, 一定能走心。 谈事业有个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夫妻是一体的, 我们要一起走过这路程, 并且我们要一起承担这后果, 过度控制对方的生活, 凡事都要有各度, 不管是亲情、 友情还是爱情, 适当的付出可以让你们的爱情可以收放自如, 适当的关心可以让它感到十分温暖, 适当的提到结婚, 它也会明白你的意思, 尽早考虑你们的婚宴。 如果爱情中, 如果是因为你太爱她了, 你对她管得过度地多想, 时时刻刻监督着她, 一直想知道她的行程, 而且也一直对她催婚, 让她觉得浑身不自在。 她会觉得舒服, 一味地想, 挣脱你的束缚。 所以, 女人爱一个男人, 不要过度地做以下几件事, 不然效果会适得其反。 爱一个人过度做这几件事,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过度地付出让男人变得不珍惜你。 在爱情面前, 男女双方是平等的。 当然了, 付出也要成比例, 不要过度付出。 很多男人都喜欢独立自主, 有个性的女人, 因为这种女人不会对她们过度地付出。 就像有句歌词写到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不要让男人觉得你很容易得到, 很容易满足, 从而不会珍惜你。 你不要因为喜欢一个男人, 而默默地为她付出一切。 有的女人自己都过得糊里糊涂, 连自己都没办法照顾好, 还时时刻刻想着对方过得怎么样。 当你主动愿意为她付出的更多的时候, 她会觉得是理所当然, 甚至会向你索取更多, 也不会珍惜你对她的好。 女人要足够爱自己, 即才会有人更爱你。 如果一度只想为男人付出, 这样只会显得你很廉价, 男人也觉得理所应当, 也不会珍惜你的这份心意。 过度的关心让男人没有了自由, 每个人心里都渴望自由, 就像鸟喜欢飞向蓝天, 也不是被关在笼子里。 男人也是如此, 他们也希望得到自由, 也想在陪完了你之后, 可以和兄弟伙一起去打打游戏。 假如你时时刻刻都想知道她的行踪, 也想她一有空就可以陪着你, 控制她的自由时间, 控制她的生活, 这样可能会让男人非常抵触。 因为爱情里你可以关心她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但是不要过度控制她的自由, 太依赖男人的女人会压着男人喘不过起来。 长期如此, 男人可能会想和你分开。 爱情的本质就是双方快乐, 如果因为你的关心, 让她感到很大的压力, 让她浑身不自在。 这样的关心可能会。 让她失望离开, 凡事要有个度, 别爱得太满。 有句歌词中写过,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都有她的脾气, 所以当你以为的对她的过度关心, 过度付出, 以及过度的催婚, 是为她好。 但是在她看来, 可能并非如此, 你一门心思地扑在她身上, 她只会认为你整日无所事事, 才在她身上打发时间。 还有, 凡事都太过度, 会让她感到心烦, 她是来找女朋友的, 而不是为了找个妈, 整日念叨着她。 人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而修炼并非一蹴而就, 从利得到善师, 从灵魂到思想, 逐步改善。 判断一个人, 不是看她的声明, 而是看她的行动, 不是看她自称如何如何, 而是看她做些什么, 和实际上是怎样。 一个人说话是一门艺术, 也更能看清一个人的人品。 看到一句话, 提高情商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不乱说话就可以了, 说话过脑子, 不放纵自己的语言, 才是一个人高情商的表现。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山村农户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父亲跑到镇上买了鞭炮和猪肉给儿子庆祝, 还激动地说, 我和你妈斗。 这小学毕业, 咱赵家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 真给拔真光, 儿子有黑的面庞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第二天, 全家人送儿子去车站, 路上遇见了熟人, 对方询问儿子考上了什么大学, 父亲刚说出名字, 熟人立刻露出轻蔑的神色说道, 那个大学上也是白上, 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儿子上了名牌大学, 毕业后包分配, 大公司抢着要说。 爸转身离去, 看着熟人远去的背影, 一家人的目光瞬间暗淡了下来, 父亲转过头, 发现儿子的眼里早已沁满泪水。 记得有句台词说, 你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但没有扔石头的权利, 研刀与剑, 一句随口而出的话, 伤害的是一个孩子的心, 毁掉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好好说话, 才是人心最大的善良, 聪明的人说话, 是因为对现实有深思熟虑。 他们的表, 表达暖如薄金, 让听者受益良多。 愚蠢的人说话, 是因为对嘴巴的放纵不羁, 他们的言语深于毛挤, 让听者心如刀刺。 说话是一门艺术, 不随便说话, 是一种智慧。 生活中, 有些人心直口快, 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殊不知, 嘴巴是内心的代言人, 管不住嘴巴的人, 内心缺乏修养。 高情商的人早就明白, 有些事不能随便做, 有些话不可随口说。 黄庭坚在书中写道, 万言万党, 不如一末。 小时候, 你可以由着自己的内心,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别人并不会有任何的怪罪, 因为你只是一个孩子。 可是, 成年人的世界却不再容易, 越是懂得沉默的人才越有福。 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 心里的委屈和痛苦, 只有自己最明白, 即使与别人诉说, 也无法减轻疼痛。 有的人与人像, 初的时候, 总是心直口快, 什么事都说, 最终不过是给自己找更多的麻烦罢了。 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感同身受二字, 想要人生过得顺心如意, 就该学会管好自己。 记住了, 不管跟谁打交道, 有三种话都别随便说, 这是基本的情商。 做人不说三种话, 这是层次高的人很早就明白的道理, 不在背后说诋毁他人的话。 作家马德说, 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美好, 如果总是过度一仰望别人的幸福, 就容易产生极度心理。 情商低的人, 与人相处的时候, 为了排解心理的不痛快, 就会在背后诋毁别人的成就。 这样的人, 一般都很难有出息, 因为他们的目光所注视着的永远是他人的生活, 不曾为自己努力过。 而真正厉害的, 人不管和谁打交道, 绝对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 这是做人的基本素养。 一个人的内心假如总是充满嫉妒, 就很难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且越爱在背后诋毁他人的人, 心胸都很狭隘, 很难拥有真心的朋友。 即使你们之间的关系无比亲近, 但为了你的前途考虑, 也应该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谈。 越是有能力的人, 越不会通过拉低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 不管和谁相处, 都会带着一颗豁达的心, 不给别人失败, 更不会忽略自己如今所得到的一切。 王双化名就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女人, 有一次参加同学会的时候, 其中有个女同学, 她们以前的关系特别好, 毕业之后也有联系。 那位女同学的同桌, 小时候家庭条件很困难, 可后来她嫁了一个有钱的男人, 立马就过上好日子了。 王双的好朋友的婚姻却过得一般, 她就产生了极度心理。 趁着那位女同学去上厕所的时候, 她就在背后说诋毁他人的话。 唯独王双保持沉默, 不管和谁打交道, 她始终保持着该有的理智, 不该说的话一句都不会说出口。 心态柔和的人, 容得下别人过得比自己幸福, 也按得住内心的激动。 情商越高的人, 越能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欲望, 不会羡慕别人的生活, 不说自己家的糟心事,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 不管内心有多委屈, 都要学会承受与面对。 内心不够坚强的人, 什么事都藏不住, 容易过度信任对方, 结果就把心里的不满, 直接说出口了。 可是人心十分复杂, 你的遭遇在别人看来 未必会得到别人的疼惜, 而是被当成笑话罢了。 李鹏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哥们, 他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李鹏的原生家庭很糟糕, 父亲经常赌博, 欠了别人许多钱。 大部分的, 亲戚都不愿意跟他们来往, 为了摆脱糟糕的家庭, 李鹏只能去外地打工, 可是父亲还是会不断给他打电话, 只为了开口跟他拿钱。 从他工作后开始, 李鹏已经帮父亲 还了将近十万的欠款了。 李鹏长得其实挺帅气的, 身边也有不少女生喜欢他, 但是他根本没有心思谈恋爱, 只想着多赚点钱。 可后来他遇到了喜欢的女生, 开始了一场甜甜的感情。 有一次, 父亲又找上门来了, 当时李鹏感到非常难受, 为了不被纠缠, 只能顺着父亲的要求给了他三万。 那天, 李鹏约了最好的兄弟去喝酒, 他就把心里的痛苦告诉了对方。 李鹏原本以为自己这么信任的朋友 一定会替他保守秘密, 可没过多久, 身边的同事以及李鹏的女朋友 都知道了大话不能说。 有些人有点本事, 就喜欢到处向人吹嘘自己, 经常说些大话抬高自己。 贬低他人, 很享受被人吹捧的感觉。 古人常说, 木秀鱼林, 封闭催之。 真正有本事的人 从来不会吹嘘自己, 做得永远比说得多, 越是吹嘘, 越容易被揭穿。 在缺少实力的情况下, 大言不惭, 早晚会被他人揭穿, 在认不清自己实力的情况下, 却口出狂言, 更会招致火花。 古时有个人喜欢说大话, 有人问他, 你多大年纪了? 他笑着说,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在我小的时候, 曾亲眼见过福西和女娲, 西王母还曾专门请我去摇池做客。 一天, 大王从马上摔了下来, 需要千年的血做药引。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说, 有一个人活了几千岁了。 他的血可以为大王所用, 于是大王立刻派人去抓那个人, 决定杀了他做药引, 做人做事踏踏实实就好, 到处吹嘘, 只会让别人觉得可笑。 甚至忍爱在乎。 说一些大话, 很容易招人厌烦, 空口揽下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最后定然会失信于人。 新来的同事李小芳, 就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他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家境也普通, 但总是喜欢在人前夸下黑, 一会儿说自己刚买了辆豪车, 一会儿说自己人脉资源多么宽广, 有什么难事烦心事包在他身上担保物。 同事们虽然表面附和一下, 但心里也知道他的话听听就好。 在别人面前大放厥词, 只会凸显出你的无知和可笑。 经常吹嘘自己的人, 早晚给自己埋下祸根。 满口大话的人, 每句话都在炫耀和显摆, 非但赢不来别人的认可, 反而会自取其辱。 在缺少实力的情况下, 口出狂言, 早晚会被他人揭穿, 在认不清自己实力的情况下, 说大话, 也会招致祸患。 识人者智, 自知者明, 人贵在。 自知真正成熟的人, 不会随意承诺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对别人的请求也从不大包大揽, 财大不弃粗, 鞠躬不自傲。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才是做人的根本。 怨话不能说, 所谓的怨话, 就是含着悲观情绪的话。 因为求之不得, 所以怨恨, 因为事与怨为, 所以抱怨。 其实, 怨话是一种负能量, 说出来影响心情, 迷惑心智。 抱怨是弱者的借口, 为自己欠佳的表现, 推卸责任。 抱怨其实是没有用的, 抱怨一天远没有努力, 一会儿的收获大, 预势不顺, 与其抱怨种种不平, 不如定下心神思考解法, 与其抱怨, 不如改变自己, 只有改变, 才会让你的人生出现生机。 只要胸怀够大, 便可装下生活中所有酸甜苦辣, 眼界够高, 亦能看淡人生里所有风吹雨打, 远离抱怨的世界。 接, 受现实, 多从自身找原因, 你会看到曾经忽视的风景。 家人, 朋友, 社会, 一切都没有那么糟糕。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从不怨天尤人, 因为他知道要让事情变好, 只有自己变得更好。 在生活中说话,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天天都说话, 不一定代表会说话。 很多时候, 一方滔滔不绝, 一方被频频打断, 看似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但其实两个心已经越走越远。 人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而修炼并非一蹴而就, 让一段关系从亲密走向分崩离析, 只要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就够了。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 却要用一生学会掌握说话的分寸。 常言道,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嘴是话语之门, 心灵之窗, 福祸之本。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 离不开自己的嘴。 说话越强硬的人, 命运, 你就越悲惨。 嘴有多刻薄, 命就有多苦。 佛经有云, 所有人出生, 口中皆寒福, 语言是最锋利的武器, 说话尖酸刻薄, 就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纪晓兰在《约微草堂》笔记中说, 有一位侍奉她的婢女, 说起她的祖母待人不错, 就是特别爱骂人, 后来也没发现祖母生了什么病, 舌头却从舌尖烂到了喉咙足足几日, 说不能说是不能吃, 痛苦煎熬之下离开了人世。 纪晓兰补充道, 想来是这位祖母造下的口叶太重, 所以唯独舌头会烂, 异常痛苦。 想知道一个人的命好不好, 先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口德, 如果说话一直口无遮拦, 那日积月累下, 福气跑光, 灾祸就来了。 鲁迅在《立论》里讲, 有户人家喜得灵子, 邀人赴宴, 众人看了这孩子纷纷贺喜, 主人也十分开心。 独有一人上前看了眼这孩子, 说他终归是会死的。 于是众人合力痛打了此人一番。 不仅如此, 之后的宴席谁也不愿请他来了。 说话幽默不代表刻薄, 给别人难堪, 心中生怨, 其实最终还是会抱在自身。 之所以会犯小人, 不过就是因为 常年累月攒下的救援。 一句话得罪同事, 工作就会不顺利, 一句话伤害亲朋, 生活就会不顺心。 每天都叫嚷着怨言的人, 遇到的挫折也比别人多, 经常咒骂别人的人, 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 运气也格外糟糕。 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就会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在过着他们嘴上所说的人生, 嘴巴吐出的话都会在生活中真实兑现。 一张刻薄嘴, 再好的命都会糟。 好好说话才是为自己积福, 管好自己的嘴才能。 能守住自己的父母。 有时候可能会看到急性子的人说话, 他们不带停息地一直在说话, 其实这样给人的影响并不好。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 也许是由于说话太急的缘故。 当你说话太着急不过大脑的时候, 你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 被情绪所控制, 不经大脑直接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口, 这样容易给对方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你急于说出口的一句话, 也许自己看来并没有什么, 但在别人看来就是针对它, 这样会影响双方的关系, 也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感情。 良言一句暖三冬, 恶语伤人六月寒, 切记口不择言。 说话时速度慢的人, 通常会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沉稳, 更值得信任。 如果说话慢下来的话, 逻辑会更加地清晰, 头脑中便会有时间想一想, 这样说话到底对不对, 有没有伤害他人, 别, 人呢, 也更愿意听你说。 所以,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一定不要那么着急, 说话慢慢来。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 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达的东西, 最好完全不说。 好好说话, 是一个人顶级的情商。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你越会说话, 态度越温和, 别人也就越喜欢。 老人常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为人处事总有不周到, 总会犯点小错, 态度谦和, 语言诚恳, 就算有点小错, 人家也不会追究你太多。 好好说话的家庭往往更加幸福。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往往会忽略好好说话的重要性, 会觉得反正都是老夫老妻, 不管怎么说, 表达出意思就行。 所以很多时候, 本来是关心的话语到嘴边, 却变成了指责和抱怨。 人们常常会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 但这种行为恰恰是最愚蠢。 我们的表现不会好好说话, 久而久之, 就算只是夫妻间的小矛盾, 也会变成大问题, 会出现危机跟裂缝。 父母也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一个家庭的和睦, 对孩子来说影响是一生的。 孩子在温和幸福的环境长大, 他会很自信, 也会努力变成一个很温和的人。 反之, 孩子每天面对的是冷言冷语, 抱怨指责, 他会觉得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影响一生。 很多父母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所以把对孩子的严厉跟爱 总会错误地变成打击。 相信很多孩子 都是在别人家的孩子 阴影中长大吧。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夸奖鼓励比打击教育更重要。 小孩是不会区分事实跟笑话的, 他们会相信 父母说自己的那些话, 然后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 经常被打击教育的孩子 往往十分自卑, 所以会常常陷入自我否定 和自我怀疑的。 情绪中趣 父母的打击所造成的伤害 不仅体现在当下, 它更像一根针, 透过绵长的岁月之中, 时时刺在子女的心头。 父母经常夸奖孩子, 给孩子积极向上的暗示, 让他从心底认可自己, 这样教育下来的孩子 才会越来越出色。 其实不单单是对孩子, 当我们成年人 受到别人的赞赏跟夸奖时, 也会从心底里 觉得自己得到支持, 受到尊重, 从而增强自我价值, 而这种自我肯定 就是对之后生活的一种 积极向上的动力。 跟父母好好说话, 是最好的孝顺, 跟爱人好好说话, 是最好的爱情, 跟孩子好好说话, 是最好的教育。 好好说话, 冷静但不冷漠, 坚定但不坚硬。 幸福的家庭 需要好好对待 爱你与你爱的人, 因为有爱, 每句话要好好说。 一个不懂得 好好说话的人, 必定会给他人也包括。 自己带来许许多多的伤害, 也会给自己和他人的人生 带来烦恼和怨恨, 自己也深受其害, 带来不好的影响, 甚至是祸端。 有一句话说, 你能伤害的人永远 都是那些爱你的人, 爱得越深, 伤害得往往就会越深, 甚至最后变成恨。 在人与人的所有关系中, 夫妻关系是相处时间最长的, 相处的日子久了, 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 有分歧, 有争执, 吵架等等。 可是情绪是魔鬼, 人在不良的情绪当中, 尤其是生气冲动的时候, 是最容易说出绝情和伤人的话, 尽管当时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的, 但是爱人听了, 那颗敏感的心就会淌血, 因为那些话就会像钉子一样扎在心上, 拔不出来。 这种伤害所造成的伤口往往是难以痊愈的。 你能伤害的人永远都是那些爱你的人, 所以千万不要。 轻易地去伤害深爱你的人, 这也是修己安人的功夫。 如果不好好说话, 真心待人, 又怎么能赢得尊敬? 一脸的冷漠, 闭嘴的嘲讽, 又怎么能获得笑脸相迎? 我们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学会好好说话呢? 其一, 好好说话是表达你好, 我胃也好, 不仅表面好, 内在也挺好, 是彼此融合的一种包容状态, 是在一个频道上, 而又彼此专注的倾听与对话, 这是一场高质量的交流。 好好说话是见面后轻声问声你好的问候, 是沟通过程中微微地示意真棒, 你辛苦了的回应, 是最后的谢谢, 您的真诚的感谢, 好好说话, 往往是建立在一种比较友善和平和的氛围之中。 我们知道, 笑容是喜神, 俗话说, 不打笑脸人不提摇为狗, 耳朵是福神, 只听圣贤教诲, 嘴巴是财神, 一言兴邦, 一言亡国, 好好。 说话是表达你好我也好。 其二, 好好说话是一种良好的人生修养。 说着, 心里永远装着别人, 是一颗柔软的心, 慈悲的心, 是外柔而内刚, 有原则的, 说出利益他人的话, 是口吐莲花, 因为口乃心之门户, 口吐芳香, 必然内心拥有一颗芬芳无比的灿烂之花朵, 所滋润着内心, 就犹如有一盏心灯, 温暖和照亮他人, 散播明光, 传播正能量。 好好说话的人, 不说服能量的话, 不说泄气的话, 不会说诽谤攻击别人和尖酸刻薄的话, 不会常常把嘴巴变成倒垃圾的工具, 不说废话, 不说污秽之词。 君子之交, 但如水, 以和为贵, 即使断交, 也不会口出恶言。 好好说话, 是一种良好的修养。 其三, 好好说话, 是说妥当的话, 有时候往往就需要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 说话, 这不是投机取巧, 见风使舵, 而是因人而异的随机应变。 会说话的人, 从来不会对牛弹琴, 因为那不是牛的错, 而是人的错。 说话的目的在于沟通与表达, 而沟通则跪在心通, 使彼此包容, 都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问题, 看待问题, 而不是茫然摸向。 使我知见。 老子说, 错其锐, 解其分, 和其光, 同其尘。 意思是错其锐气, 脾气解气纷争, 和光而同尘。 人在说话的过程中所磨砺的, 其实就是那尖酸刻薄的锐气, 和掩不住口的脾气。 能够修道, 和光同尘, 便是一种最高的修养。 我们这一生难免会和形形色色的人不期而遇, 遇见自己喜欢的人是难得的幸运, 碰到自己讨厌的人也是生活的常态。 种种原因下, 我们往往躲不掉讨厌的人, 不得不学着与他们相处。 看过一个人际关系定律, 无论你走到哪个圈子里, 遇到讨厌的人的概率都是基本相同的, 即使你屏蔽了这个, 一定会有新的补上来。 所以, 面对自己讨厌的人, 逃避永远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每一个人不过是千万尘埃里的不足道的依恋, 你与他之间没有谁对谁错, 有的只是三观的不同。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罗纳德可以获。 弗林在美国智商排行榜名列前三, 但这个智商高达164的天才却一事无成。 窝居在最廉价的出租房里。 罗纳德曾自曝导致他悲惨人生的原因。 小学时, 有个女生邀请全班同学去他家开party, 他兴冲冲地赶到, 女生一开门见到他, 却厌恶地对他说, 我没想到你也会来。 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发现自己不招人喜欢。 自此, 罗纳德深陷别人不喜欢自己的泥沼里, 直到55岁还没有走出来。 想起莫言在如何对待不喜欢你的人你说过的一段话, 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 这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快乐, 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快乐。 人生不易, 别让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消磨了你的一生, 对待那些不喜欢你的人, 最好的做法无非是 不客气, 不讨好, 不在乎, 不客气。 宋丹丹在录制明日之子时, 被问到这么多年下来, 遇到一些愤怒和忧伤等情绪的时候是如何控制的。 宋丹丹想都没想, 直接回答, 我不控制。 她又补充道, 比如有人在我背后讲我坏话, 我会直接告诉他, 我知道你在背后说我, 而且你说得不对, 如果你觉得我哪不好, 请你直接告诉我在背后说我, 我觉得你很坏。 如果一个人真的伤害了你, 不管他多强你多弱, 你也一定要直接告诉他, 要把这件事情发泄出来, 而不是憋在心里。 活得明白的人, 从来不会因为别人不喜欢自己, 而自我为难, 他们有被讨厌的勇气, 也有被讨厌说不的能力。 他们知道, 不是所有的柔软和妥协都能换来别人的友善。 舞蹈家金星也曾在节目中透露过类似的经历。 他儿子在上学时, 有个同学不喜欢他, 就故意挖苦他说, 你妈妈是个男人, 换作常人, 听到这样的攻击, 要么愤怒, 要么自卑。 没想到他儿子反而霸气又坦然地回击, 那又怎样? 关你什么事? 想起于华说的一句话, 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做人该翻脸时就要翻脸。 对于不怀好意的人, 无需纵容, 更不必客气, 往后余生, 做一个不太好惹的人, 别亏待每一份真心, 也别迎合每一份冷漠不讨好。 人世间的事常常让人捉摸不透, 亦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我们总是热情地对待生命中刻意或者是不经意间闯进自己世界的人, 希望他们在我们的世界里能够感受到暖意, 能够和我们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可是未必所有的人都能懂得这份心,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珍惜这份情。 经营一, 但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拼尽全力的付出与讨好, 而是要靠两个人去维持平衡。 无论是谁, 都不必过分去讨好谁, 也不必拼命去迎合谁, 因为我们终其一生, 要学会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他人而活。 人活一世, 遵循自己的内心, 珍惜时光, 做自己该做的事, 爱值得自己去爱的人, 如此人间才值得余生。 学会为自己而活是一种本事, 为别人活一场不值得。 苏青说, 过度考虑别人的感受, 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 当每做一件事都在考虑别人怎么看时, 你其实已经在放弃自己了。 总是活在别人眼神里的人, 也等于从来不曾存在过。 总是习惯取悦别人的人, 害怕别人说他不好, 总是希望他在他人的眼中 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逐渐将自己变成了 为了大家和睦相处。 而是我, 委屈的那个人, 为了和他人不起冲突, 默默咽下眼泪, 还要微笑的那个人。 为别人而活的人, 嘴里口口声声说着不在乎, 可是在自己的心底 总是想压着一块石头, 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很压抑, 不知道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为他人付出了许多, 但终没有被真心相待。 为别人活一场不值得, 不必过度在乎他人的看法, 不必过度讨好他人。 人生这辈子太短暂了, 要学会认可自己, 若是自己特别喜欢一样东西, 或者是有一条 自己特别喜欢的路要走, 即便很多人都不赞同, 也别让自己站在原地犹豫, 去尝试了才无怨无悔。 为别人活一场, 往往会让自己在往后的日子里后悔, 会留有遗憾。 余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没必要解释太多。 习慕容在《成长的痕迹》中写道, 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 应该喜欢自己。 也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或者别人怎么想我。 其实, 别人如何衡量你, 也全在于你自己如何衡量自己。 人生在世, 有太多的不如意, 有太多的不圆满, 与其取悦别人, 不如心疼自己, 因为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 别人便会怎么对待他。 不要让自己的心情被他人影响, 也不要妄自菲薄, 就算全世界的人与自己作对, 也要坚定自己的想法, 走自己的路。 无需解释这世间和不懂你的人, 解释再多, 他也依旧不懂你。 余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没必要解释太多, 一心做自己该做的事, 慢慢地接近自己的目标就好。 当自己做出一些成就时, 那些反对鄙夷的声音会越来越小。 改变别人想法和看法的, 从来不是自己解释过什么, 而是自己真正做过什么。 无愧于心, 无愧于天地。 做自己就好, 不在乎。 在生活中, 我们或许要记住这样一句忠告, 永远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 因为你的生活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了别人。 人的一生是为自己的梦想与目标而活。 学会尊重自己的感受很重要。 尊重自己的感受, 你才会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尊重自己的感受, 你才会体会到自我的独一无二性, 也会尊重自我的价值。 过于在乎自己, 往往是我们没有找到自我的表现。 周国平曾说, 我从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 就很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过于在乎别人, 往往是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 我们希望通过讨好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甚至希望通过别人的认同来凸显自我的价值。 在人生成长路上, 我们要记住的是,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你要先学会悦纳自己。 你才会欣赏自己。 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们首先是为了取悦自己, 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 许多人患有讨好型人格, 往往也是因为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 所以, 我们要想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得更为强大。 我们最重要不要问别人, 而是问自己, 自己最开心是什么时候。 先了解自我, 先取悦自己, 看到自己身上独一无二的美, 你才会意识到别人和你一样可贵。 村上春树说,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 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 无论别人怎么看, 我绝不打乱自己的杰作要想。 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 就是承认自己价值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发自内心欣赏自己的关键。 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有时, 我们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 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我成长的节奏, 我们变得非常的迷茫与不安。 大学曾有一句话, 只指而后有定, 定而后安。 而后绿, 绿而后有所得。 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要学会避免别人看法对我们干扰, 我们就要学会让自己内心安静下来, 我们要找到和自己自在相处的方式, 学会向内看自己。 你要知道了解自我, 才能挖掘自我的能量。 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 会消耗我们成长的力量, 更会让我们变得茫然不知所措。 因为人与人是不同的, 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你才会意识到成长就是去找到自己的发力点, 找到内在想要的梦想与愿望, 并通过切实地努力达成自我成长的目标。 当你找到你想要的目标时, 你的内心就会变得非常笃定与心安。 我最喜欢的导演李安曾经在访谈中讲述到, 自己遇到电影就会变得非常麻利与主动, 而在生活中, 他做其他事情都没有这么有激情、有动力。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这个认知, 李安可以在岌岌无名的时候一直寻找合适的机会。 用电影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这种兴趣所带来的成长动力也是巨大的。 一个人要学会找到自己的节奏, 我们就能摆脱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而这就是来源对自我的洞察与认知。 你对自己越了解, 你就越不会被别人影响, 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生活的目标与动力, 并切实为自己的目标行动, 找到属于自我人生节奏, 你就不会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我会在乎不要紧直到这里的看法。 我会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会在乎别人的看法。